A-N-N-K-O A-N-K-O HORR A-N-N-K-O A-N-K-O A-NK-O A-N-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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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K-O RK-O RK-O 來 各位 我們今天去組一主題啊 剛好一趕上 今天早上播的 Kamen Liner 禮拜四的一個 新型態好不好 所以說 那我們就麻煩拿到我們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 COMMENT RIDER W 獵鷹 罪惡印章好不好 齁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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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老實講 這一次這個型態 真的是有點帥 我個人覺得啦 除了完美懷孕借鑑的W之外呢 也保留本身Revice的一個特色好嗎 我覺得還蠻讚的 然後呢 再跟大家補充說明的喔 基本上你也必須要有這個套包 才可以完成我們COMMENT RIDER Revice腰帶的一個完全體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麻煩稍微看一下一個外盒 看完之後我們就馬上打開來試玩一下好不好 相信大家應該迫不及待啊 我也是啊 上面這邊就我們的Revice跟Revice啊 而且重點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次Revice啊 基本上他是在 複眼的部分有還原我們COMMENT RIDER W的一個配色 然後呢 本身這個對半切的顏色啊 是自己的配色 一個偏粉色系的配色 一個偏紫色系的配色 這樣做一個搭配啊 這邊雖然借鑑的不多嘛 但是我們的Revice的話 就借鑑的非常多好不好 我們Revice上面這個頭盔啊 直接變成一個W的配色啊 所以呢 這次皮道很讚點就是說呢 要自己的特色這邊有 啊要完美的界限那就看Vice 然後呢 下面這邊就我們全新的一個W印章 然後並且配上這一次全新的一個側掛好不好 再來就說 這邊有一個印章按壓的一個說明啊 跟大家補充一下 他的說明書在盒子上面 裡面的話是沒有紙本的說明書的 這邊的話就我們Revice的一個基礎形態 拿著我們這個印章啦 然後並且這邊稍微展示一下 蓋壓軸的樣子 這邊上面的話也有大量的一個油彎說明好嗎 蓋壓插入變身 W的一個型態啊 然後呢 這邊的話就說明他的必殺器如何使用 再來就是說這邊有講說他的側掛使用方法 還有他完全體的稍微展示 好 我們這樣全部看完之後呢 開箱 其實他還是有一個紙本啦 但是這個的話是類似那種警告書的概念 還行啦 塞的算有點滿 這邊下面的話就是他的側掛 然後上面的話是他的印章 好 那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來各位 這就是我們W EGO印章 欸這個配色啊 真怕你看不出來是它是KAMELAIDAW 讚讚讚讚讚 這樣稍微先轉圈給大家看啊 OK 然後呢 基本上我們從這正前面啊 就可以看到一個KAMELAIDAW的臉部啊 只是採用全綠色的 然後代表我們的CYCROOK嗎 下面這隻鳥啊 基本上是採用紫色做的配色啊 這個鳥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Joker 所以就讓CYCRO跟Joker的配色都在上面 我個人覺得這個很棒的棒點 就是說呢 我之前也提過嘛 就是 它上面這個紫色啊 是帶有一點珠光氣的塗裝啊 所以呢 整體看起來是 非常非常漂亮 好嗎 嗯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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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去綜合掉 底下TOM劍的一個塑膠感啊 所以呢 這次整個在外觀的設計上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啊 還真不錯 印章上面這部分 還有下面這部分啊 就跟往常差不多 就是採用一個 類似那種大理岩的設計結構啊 然後跟大家補充一下 一樣 它上面這些大理岩的紋理啊 都是獨一無二的 每個人拿都長不一樣 有沒有 這樣稍微給大家比較就有感覺 有沒有 每個印章的紋理啊 都長不一樣 然後呢 我們稍微看它下面這圖騰 嗯 這圖騰我怎麼看不懂 這邊是翅膀 這邊是鳥尾 這兩個是鳥爪 那這個應該是鳥頭 出來一個點就是說呢 正常來說圖像應該是長這樣 所以那種時候 未來有些印章 勢必他們的圖像會跟 這上面的圖像會做一些簡化 蠻合理的啦 因為畢竟這樣蓋出來會比較好一些 印章大家再熟悉不過嘛 所以我們就按一下D一下 光效一樣超猛好不好 然後它採用這個名詞 我還是採用EGO 在上代甚至也有採用過這個名字啊 Kommeleta系列蠻常見的一個 動物代名詞 然後呢 我現在最期待的點是它的代基 Kommeleta系列蠻常見的 嗯 不錯耶 雖然跟往常一樣 是採用同一個基調 但是詞不一樣 聽起來感覺就是不一樣 你懂嗎 就像同一首歌 每個人唱出來的感覺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由於大家再熟悉不過嘛 所以我們就不廢話好不好 我們要進行一個 Headshed 嗯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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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家 ja 是 페�대 帥帥帥帥帥帥帥累 基本上蓋最後一句 大家應該都再熟悉不過了 對不對 基本上這一代喔 他們在最後面那一段時 他會再多加入 一個那一代 Karmen leder 最經典的台詞 並AndEnA在做一些改編啦 這邊的話 是改成系輸妳的羽毛 然後用羽毛去代指罪惡這種概念阿 讚讚讚讚 opponents 唉 把這句話容器裡面 非常之優秀阿 Eividade 喔"! 帥帥帥帥帥帥 基本上最后一句 있다는应该都再熟悉不过 对不对 这个一代哦 他们在最后面的那段史 他会再多加入一个 那一代COMMED LADA 比較经典的台词 一年来做一些改编啦 这边的话是改成 细数你的羽毛 然后用羽毛去代指罪恶这种概念啦 赞赞赞赞赞 唉 把这一 Lambda 里面非常优秀啊 不愧是COMMED LADA 狂热者 這個製造出來的東西好嗎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它上面是印出來的圖像 其實老實講 我是覺得沒有很像啦 因為沒辦法,它這個沒有辦法做太細 所以呢,這樣也是合理啦 但至少它的形象是有出來的 翅膀、尾巴、鳥爪、鳥頭這樣的形象 然後跟往常一樣 這邊代表Revice,這邊代表Vice 然後我知道一定有人剛才沒有聽清楚嘛 所以呢 這句話有夠經典 然後我們將基礎變身完畢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測一下它的避殺技跟合起好不好 Vice Stumping Finish 哇,那個老鷹叫怎麼那麼大聲啊 我都在龍跳 所以它這個避殺計劃是有加入老鷹的叫聲 然後也是有稍微作為特化 因為它們這次音效 起伏板印章上面的這個原因啊 就跟往常一樣 非常非常簡短的一個合體音效啊 還是要多說一下 合體的一段正落很驚訝 沒想到會這麼短好嗎 我以為 新生代Compelette這合體會就 是然後嘖發喊嚓到嚇死你 結果我完全沒有 因為由於我們昨天還有記到那一把武器嘛 所以呢 我們來搭配武器來使用一下避殺技 這樣子 就發現了我們俘形態的一個避殺技好不好 最新的那一集還沒出來 我覺得他應該會使用斧頭來搭配這個必殺技 所以就期待他明天會使用什麼必殺技好不好 再來換大家最愛的 全按測試好不好 哇這隻的光效真的好爽啊 我買住沒有卡賽了 這光效超級爽 再來是我們這個東西好不好 這個東西的話基本上是他的一個側掛好嗎 去年的Saber還大一點有塗裝 但是今年的 我真的不知道該幹什麼耶 不要懷疑今年的測掛就這樣一塊好嗎 然後也沒什麼特殊的機關 然後也沒有帶什麼任何感應必殺技 沒有就這樣一塊瘦乾 這種東西我個人覺得算是偏向選購 但是買下去還是比較爽好不好 因為呢這樣才可以讓我們Levice腰帶變成完全體 先跟大家說他這個沒有方向性喔 隨便裝都可以 然後他的裝法我要是這樣 這樣扣進去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態 這一側有凸起來的一樣直接裝進去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OK了 再來是DK的鯊魚 1號黃蟲 這樣子就是我們Levice腰帶的完全體好不好 老實講這次側掛是真的做的超小一塊 但是有一半是因為硬張比較大 覺得還算OK啦 因為硬張夠大夠凸啊 所以呢整個裝上去其實那個魄力感也效果出來 讓這整個腰看起來變得非常非常大一個啊 然後呢我這樣裝在進去變成試試看 說我去搶就跟我去走 恩其實老實講還行啦 你可以這邊多個抽出來的動作 然後你也可以把其他的印章剃換上去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 Revice W型態的全部內容物開箱 會一組側掛可以讓你完成你腰帶完全體 並且還要再附帶一個W的印章 讓你可以變成W列音型態好不好 還是OK啦 這個價格我有點忘了 但是我記得不貴 所以算是蠻值得入手 也算是必入的一款 因為畢竟這次連官方那個預告的格子 都出現20格 所以所有評審其實都會出現 這個免不了一定是要收到好不好 好啦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comment 來打Revice 如果喜歡的請 幫我帶大家分享 每一集的粉絲分享 掰掰